什么是脊髓空洞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范存刚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 脊髓空洞是由多种病业引起的脊髓内的空腔形成 既可以是在脊髓食指内的空腔 也可以是由于脊髓中央管扩张形成的空腔 具体来说脊髓空洞可以有很多的病业引起 临床上我们最常见的是由于先天性的小脑扁头底下膳畸形 或者环树椎脱位半脱位引起的上颈髓和胸髓的空洞 还可以见到像脊髓随内的食管磨瘤等 引起的肿瘤头端和尾端的空洞 另外也可以见到像脊髓衰细脊膜蓬出等 引起的脊髓圆椎部位的空洞 这些原因都是常见的脊髓空洞的形成的原因 在临床上需要继续找神经外科就诊 偶尔还可以见到一些像慢性脊髓炎等原因 一些少见的原因引起的脊髓空洞 这些基本上都是神经外科的治疗范围 所以在脊髓空洞明确之后 应该尽早到神经外科就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